如果要是我们忽视了药性的这样表达的 这样认识的话 可能就会把重要的很多一些科学内涵 或者我们认识的路径都忽略了 所以我们提出来这个性效物 三元的这样一个研究方式 从物质药性药效 还有呢包括它的体力过程 这几方面来研究 这个是通过这个药效表达的 药性表达的物质和药性表达的 然后还有它的体力过程 体力过程呢也是它的有效性的一个体力暴露 它的动静规律组织分布 包括它的这个生物学这些机制 也是它的这个有效性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视野下来认识重要的有效性 那么药效表达呢 我们就提出来的就是一个研究的模式 就是系统对系统这样一个研究模式 还有样素对样素的研究模式 性对是可能包括一些我们系统生物学呀 刚才包括前面我们赖老师讲的 这些普效筛选的这些一些适合这个系统系统的 它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做它的这个物质和生物效应的这样关联分析 那么药素药素的可能是化学生物学的成分和把点之间这样一个研究方式 那么就在层次上呢我们这样一个递进的整体理体 那细胞分子这样一个递进的方式 然后破解全方和部位最后到单体和它的有效性的 把点的机制的这样一个关联关系 我们冤枯指头一丸呢做了整体的包括大鼠的这个痛经模型的 然后呢包括离体的啊还有这个呃细胞的还有这个这样这个分子的 打脸的然后还有这个代谢组学的这样还有网络药理学的这样分析的 还有这个受洗结合实验的这个有些文字啊 没有绑出来因为这个今天临时变成这样一个模式就反映出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这个舒服剪图胶囊 我们也是建立了这五种的整体动物模型 针对它这个急性上风药改染和肺炎的这样一个呃 适应症来建立整体动物模型 然后呢做它的细胞和分子的包括基因组学的 然后呢做它的这个网络药理的这些分析细胞的验证 还做了它这个包括基因脂质糖和这个胺瘦体的 做普效筛选的通过这些研究呢 我们建立了这个逐击的破解它的有效性的物质和有效性的这样表达方式 关联了它的这个物质和整体模型 这个呃做通路拔减这样一个关联规律 最后呢把它这个呃 药效物质基础呢 可以采取清楚 那么刚才说是药效表达 在药性表达呢 我们也药性也是它的有效性的一个方面 但是药性呢 也许比较少 因为也是一个呃中医的这样一个比较宏观的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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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描述一个概念 呃 我们把它做成分成两个方面 首先呢 这个五味啊 酸肝骨心弦呢 它是通过鼻秀口肠 所得到的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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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的一个认识和归纳 那么它有一个真实五味的这样一个一个认识和表征的过程 我们通过的一些仿生技术 包括电子鼻电子舌这样一个仿生技术 和一些味觉嗅觉的受体的就分子对接的这样一个研究呢 来表明它的真实五味的这个物质基础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五味是具有它的生物效应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是性味配舞呢 这个也是我们就热者寒之啊 寒者热之啊 包括这些五味的 它是有它的功效的这个内涵的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做了这个鸡蛋白往来受体呢 做了一些相关的和它的这个性味相关的一些受体 做它的功效的表征这样一个界定 第三个方面就是体的过程 刚才说的这也是它的有效性的表达的一个方式 从原型的物质组到血型成分 从出生物 动静规律 包括它的这些转运气的转运机制 做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研究 这是做了我们原型动静的 它做它的这个 口服的 它这个 掉带动静的这些动静规律 主要是盐护素乙醋啊 还有白 欧潜护素 欧潜护素的 这两个药主要有效成分 然后它的肚子分布 入脑袋 转移机制的 这样一个研究系统研究 另外一个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有效性呢 同一个药它可能有不同的 同一个药材啊 有不同的功效 在同一个 同一个药材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呢 针对不同适应症呢 也表达它的不同方面的这个功效 所以说呢 最后在配偶环境 方正对应 方正方正对应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才能真正的认识和表达它的有效性 也真正的能够反映它的有效性 或者它的这个质量的这个差异性 所以要对配偶环境进行研究 我们做的书封解毒胶囊 做它的拆方研究 把它书封解表的和清智解毒的 这个药队进行拆方 然后分别呢 进行了它的这个 这个整体啊 细胞啊分子啊 往的药里面实验 然后产生它的这个配偶的 这个协同尊效的机制 通过金氏概率加Q值分析呢 来进行它的优效性的这个分析 这个意外的分析 那么这项工作呢 无论是对于指标评价 还是对于 中药大品种的临床价值的 就挖掘和临床作用特点挖掘 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 我们还要建立这个多元的质量控制方法 因为这个中药的这个 有效性的表达 它的质量表达 还是要有一个多维多元的这样一个认识 才能 完整表达和科学成价 这样一个 那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是一个化学质量的多元 多元表达的一个模式 我们就是把它 定义成点线面理结合 结合的多元化学质量成价方法 指金质标成分 内成分和总成分 最后它的全息的化学轮廓 这个当然包括它的一个 普效的这个一些和活性相关的这样 这样才能反映一个它的质量 在不同方面的一个完整性 前面谈的这个主要质量属性的这个认识 那么下面我谈一下它的应用 首先呢它应用于这个经典明方质迹 大家知道经典明方质迹呢 它的这个一致性呢 是经典明方质迹所强调的 那么它这个一致性是指啊 经典方迹 我们现在开发的经典明方质迹 和古代的用法 汤迹 它的有效性的一致 不是说它的整个化学成分啊 或什么这个工艺方法啊 这个这个意思 核心最根本的是有效性的一致 那么主要属性呢 何以反映 它有效性的本质内涵 另外它也是一个核心的抓手 那么 还有利于建立全生者的控制体系 它是连接要用物质和有效性 物质基准和经典方质的核心环境和桥梁 这样 我们在这个处方考验的这个环节 那么也这个没有显示出来 显示不出来了 因为这个文字都没显示出来 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本上学土性那些内容 包括处方的来源啊 历史年代所用的机缘 品种 抛制方法 入药部位 药剂量 等等这些都属于 它的这个本上学属性里面 是我们在做 经典冰方质剂里面 首先要 要弄清的这样一个前提 才能往下做 那么物质基准 是我们现在做经典冰方质剂 但它的一个很实话的这样一个标尺 这物质基准 那这物质基准呢 实际上呢 它的这样获取啊 也要有这个质量属性的这样一个概念 而不仅仅是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传统一个监法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要对它这个整个处方进行分析 把它的质量属性进行提炼 然后呢 再根据它这些影响因素呢 来获取它的这些质量属性的有效性 是这样 那么在这质量属性的获取之后呢 要进行表征 现在表征啊 有两个方面的这个 这个有几个 就是误区 我认为是误区啊 一个是就是说 无成分论 反正这是一锅汤 就不好把它在做这个物质的这样一个 细化的见识啊 这表征啊 这样一个认识 所以这也是不可取的 因为毕竟是我们 这个不做药理 不做临床 我们的这个 它的物质基础 还要是有这样一个 详细的一个认识 才能保证 我们现在的质剂 和它的古代的用法 古代的汤剂 得有效性的一致 还有一个是唯一要点成分的 我们有些 这个要点 是针对药材的 所建立这个质量控制指标 不一定是适合我们 这个 这个经典零方里面 它的这个有效性的 这个物质基础 和它的质量控制的这样一个 指标 所以说这个唯一要点成分论呢 这个有很多挥发性成分呢 是不太适合的 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还有一种是全成分论 全成分论呢 实际上看着好像合理 但实际上呢 全成分呢 它把有效成分 无效成分 杂志 都混为一谈 它会降低了我们的做事 核心的有效成分的全度 所以评价来说呢 它也是不公正的 不公平的 所以呢 我们要对它这个 这个物质基准呢 要进行系统的辨识 聚焦提炼 来完整表达 它这个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我们的观众 这些的支援 也是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 穿着汤器 到最后 这样一个过渡 实际上呢 它这里面有 我们看的是一个桥梁 实际上 这块是一个鸿沟 我们现在做物质基准的时候呢 物质基准的时候呢 可能还没达到 我们清点凌方制纪的 工业化的 那个缓解的 这个认识 和这个一些实验设计 那这个物质基准 一旦确定之后呢 我们这个清方制纪的 大生产 一定要和它一致 所以说这个传统汤器 到清方制纪啊 中间实际上是有横钩的 我们从一碗汤 跟砂锅里面 摇出来的 到工业化的 这样大生产设备 出来的东西 它的一致性 还是有一个横钩的 所以它这个衔接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 把质量属性 为核心内容的 这个物质基准 要把它 明确 要 要进行物质基准 和金方制纪的 这样一个上下游的 一个桥接 两个人把这个手 要是握起来了 才能连接这个 这个环境 不然它是一个 一个横钩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个差异很大 要提前的认识 和提前设计 还有就是说 就是以这个质量属性呢 传递的基础智能属性 传递的 这样指令标准的建立 因为这个 精简冰方制纪呢 它不是评价 这个 整个一个新药的 它的这个 系统的有效性 系统有效性 它是 与 新方 这个传统汤记的 这个 一致性的 这个前提下 来建立它的 优质药材 作为原料的 这样一个 包括整个全过程的 这样一个 一致性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我们刚才 质量属性的 刚才化原物质组的 这样从药材 到整个 体内过程的 这样一个 质量传递和溯源 这样一个认识 有利于建立 这个 基点 经济凌方制纪的 全真质量控制体系 这是 经济凌方制纪 那么下面还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中央大品种 质量标准提升的 这样一个应用 因为中央大品种呢 是中医理论的 这个载体 中医理论的载体 也是中药 临床用药的 一个主要的 一个形式 那么呢 最适合 我们 基于 质量标志物的 这样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 那么质量标志物呢 是刘唐先生 提出来的 那么它的这个 质量水平的认识呢 实际上就是标志物的 这样研究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然后通过质量属性的变息 这样的 然后达到质量标志物的确定 我们这个是一个 书风解毒胶囊的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啊 我们通过这个药材的 这个成方的 辛苦药性的配物 把心肺和书风解表 苦味和轻的解毒的 这样功效的进行关联 然后从化学物质组啊 药效物质基础啊 作用激励 这个包括它的这个 配物 配物规律 包括整个的提升 这样系统的进行研究 然后这样呢 最后达到这个 整个它的这个 作用原理的 这样阐释 和质量标准的 这个系统的提升 那么质量标志物呢 我们是 刘畅教研史提出 明确了质量标志物概念 现在也形成了质量标志物的理论 那么它的确定的原则 我们在文章里面 说的就是五原则 研究的路径 包括它的这个 物质传递的 效应表达的 和特有性分析的 这样一个三维的路径 最后呢 又达到了我们 这个 在全程只能控制体系上的 这个应用 我们在中央标准化项目 出风解除胶囊的 标准化项目 把这个 也进行了应用 最后形成我们这样一个 研究集成模式 包括药性药效的 物质基础 是用效应表达的 这样研究 毕竟是研究 把这中央物质基础 做成基地 然后只能标准 最后 全程整合的体系 这样建立 这样一个 集成模式 那么我们 应用这个 质量属性的辨识认识 以及 这个 只能标准 我们 这个 核心理论和概念 我们做了 这样 十三个 十几个吧 中央大根种的 二次开发研究 系统研究 主要是 只能量的提升研究 这是我主编的 中央大根种成本 提升研究专注 这两个呢 六金通通电 和 遥控指红地板 和六金通通电 都是这个 单位要材的 没有单位要的 大根种的 这样一个专注 二次开发研究 专注 主编的 这有中央质量 控制技术方法 一试办 这是十一五科技 支撑计划的 这有主编的一本书 这是中央质量 高中央的 理论与实践 这样主编的书 这都是我主编的 这个专注 主编的12个专注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呢 我们这个团队呢 主要还是做 中央的这个新药开发 这是我们做的 这个41个自主研发 41个新药 全都上市 现在这个 累计这个经济效益 这个十个大品种 这里其中十个大品种 过亿的十个大品种 也有315 315个亿 这样一个累计经济效应 以上就是我 对这个意见 重要质量的 一点体会 谢谢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 刚才 因为 张老师 很多问题 不好意思 然后我们的 聊天经验 网友也是非常非常的 期待张老师的报道 所以问了很多问题 我们还是请张老师 简单的帮我们回答一些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是入选成分 有的有标准品 有的没标准品 按照可测性的标准 把这个 没有标准品 尤其是重要作用 还是这样 因为我们想可测性 想传定溯源 我们最终的 所辨识 产生明确的 是入水后的 这个效应成分 但是呢 我们只能控制呢 就是我们可测性啊 只能控制呢 我们控制的 还是这个 成药里面 和药材里面 原型成分 因为体内的 因为我们药材只能控制嘛 我们控制的是成品 是商品 而不是说 它最后的效应物质 但这个入水后的 到最后的效应成分呢 一定和它的原型 要有关联 要有关联规律 是怎么过来的 这个要清楚 我想这个 这个可能是 我不知道回答 是不是清楚 测的是原型成分 我们要了解的 分析的 是最后入水的效应成分 我们按照传递 和溯源的这样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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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 来 来做这个 这个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是 这个动物模型 哦 我们这个 就是普通实验室的 这个模型 就可以了 不是PR 不是PR实验室 没需要 第三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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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极化学还真不好说 因为这个功效 中效的功效把脸呢 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 要做 首先要做 它的处方的 和实行政的 这个 关联分析 我们把它叫做 定正邦 药 物效 功绩 这样递进的思维 虚幻的思维 一定要把它的 重要的这个 传统功效 和这个 实行政的 它的这个定理特点 和重要干预的原则 传统功效 和药味的 它的这个 药理作用 和现代的 生物效应的 这个活性 和一些 已知的一些 法脸啊 这些关联 这这样一个 研究路径的 这样一个 认识 先有这样一个 研究路径 然后呢 我们在 在这个路径下 在我们所 预测的这些 或者分析的这些 视野下 这个背景下 我们在选一些 我们这个 包括网络药理啊 这样一个 预测分析啊 包括苦效筛选 这样一个分析啊 这样 这样一个 成分和把脸 之间的这个 关联 这样一个 一个方法 还有呢 就是我们还要有 这个一些 整体动物模型 细胞啊 总而言之 是基于 我们 传统 医药知识 和现代的研究的一些 这些一些 进展 加上我们一些 实验的一些方法 模型方法来做 这个 不好意思 消极化 消极化机这块呢 我今天还真 不好回答 嗯 这个不好回答 下午要咱们再谈讨吧 嗯 第四个问题是 五位 视网统用口肠五位 啊 宝生五位 视网统叫传统五位 嗯 他是这样 因为五位呢 一开始呢 还是这个 我们通过口肠 这样来对他这个一个药的 一个基本的 一个基本的就是 这样一个认识吧 就是我们古人 从这儿出发 基本认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可能在跟他的功效去关联 嗯 嗯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五位的表征 这五位的物质基础的界定的时候呢 我们 认为 还是要有 他的这样一个 最原始的 他的界定的 这个原则 和 依据的 当然是我们把这么多药 嗯 后面一 就归成 孙甘古西兼五位 他肯定有很多 呃 不符合 一般规律 肯定不符合一般规律 太空观了 还有呢 可能是在后面还有一些 呃 包括我们这个分子对接的 这是一个初步的界定 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肯定要做一些辩证的一些分析 还是最终还是想 最主要的还是 他的生效应 这两方面呢 是互相 互相侧应的 互相侧应的 不是说 互相排斥和否定的 有的可能不符合 口长 鼻秀的一般规律 但是呢 符合我们他的 五位的这个 这个 他的生物效应的一般规律 归纳的一般规律 比如腥味啊 上行啊 苦能下降了 降蟹啊 这些一些 一些生物效应的 传统功效的 一些规律 这两方面呢 可能是 一个是我们要互相侧应 还有一个呢 选择还是选择 一开始选择 还是选择一些典型的 这些一些药味 一些科学来说 第五问题是 这两方面如何体现 质量损通的全面性 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 经济平方啊 我们也做了五个 也没敢多做 就五个 现在也承担五个 包括国家 重大药物这个 重大药物这个 专项 创制专项 也有一个 但是很多呢 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化 反正是我们做了 物质组了 做了分析了 有要点指标 就可以了 我想还是不忘初心 还是要初中 我们不是要 把这个 现在这个制剂 从大罐里的制剂 和古代 当时那个朝代的 张忠敬也好啊 是孙子苗也好啊 反正他熬了一锅 那一罐药 喝了个汤 一样 一样啥呢 就功效一样 所以这个要把 体量赎清 他那些 要保证这个功效的一样 有效性的一样 那你就去指标 属性 进行系统的 包括啊 你说他机缘